嫦娥后裔无钢的三角亮景 你都听过吧 帮咱原屁老公远在他乡 敏艳娇妻独索空房 为家一个 和地老王 其实最早的时候 这仨人可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全靠咱祖先强行拉廊 瞎祖CP 今天 混子哥就带大家深巴一下这个 横跨千年的祖CP故事 话说上古时期 有两本畅销书 《山海经》和《易经》 在《山海经》里 有个后裔摄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就不多说了 他就是故事的男主角 发光的一个就够了 而在《易经》里 有个叫嫦娥的姐妹 偷吃仙药 被迫上了天 我咋飘了呢 看到了没 最早的嫦娥和后裔 分别是两本书里的IP 压根没交集 那他俩是咋打上线的的 别忘了 嫦娥是打哪来的 从《易经》里出来的东西 都自带八卦体制啊 到了汉朝 有个叫刘安的主编 带着一群小弟出了本书 叫《怀南子》 他们开创性的 把两大IP凑在了一起 再把故事稍加润色 正式地组出了异常CP 在这个版本里 后裔摄日有功 就去找西王母丘打赏 赏你可要 可要 不好吧 后裔没赶客 把药放在家里 没成想被他的倒霉老婆 嫦娥给吃了 老公新买的麦里素 后面的故事 大家就都知道了 异常CP就此bad ending 那吴刚呢 很快啊 又过了好几百年 到了唐朝那会儿 当时道教发展得如火如荼 粉丝一多就容易乱 为了让大家兜手规矩 就编出了很多 犯错被罚的故事 用来杀鸡敬猴 咱们的男二吴刚 就是这只鸡 他本来是个小道士 休闲的时候犯了错 三分 好球 道长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月亮太表 我惩罚你 惩罚他在月亮上砍柜树 树不倒不许回 关键在于 这棵树自愈能力 比死士还强 还没等砍第二刀 那就愈合了 所以 防目类啊 故事发展到这 嫦娥和吴刚 终于在月宫相遇了 不过他俩一个 在冷宫私夫 一个被发配砍树 根本没心思擦火花 如果非要给他们的关系 下一个定义 仓死也就算个育儿 但是 这种朴素的革命友谊 怎么能够让吃瓜群众 感到满足呢 在群众血亮的眼睛里 孤男寡女共处一球 他们的关系 能是什么呢 肯定是爱情啊 一来二去 大家自发解锁支线剧情 说吴刚是南天门保安队长 因为和长娥搞暧昧 才被罚到月球砍树 于是也就有了无偿CP 故事讲到这里 这场三角关系才算正式成型 从上古到唐朝 这场爱情剧 光成型就花了大概三千年 能不经典吗 月球上这点八卦 今天就聊到这吧 最后问一句 你占一场CP 还是无常CP